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投资经理 十年国内外市场股票和衍生品交易经验 擅长技术分析和量化投资 助有决胜交易 股票和期货获利之难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技术分析的相关理论 技术分析的理论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道士理论 第二部分是理查德·沙贝克的行情结构理论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道士理论 道士理论是查尔斯道先生在距今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 道士理论是专业交易者都会了解和使用的一个十分有效的理论 那道士理论的第一条是指数反映一切信息 世界第一个股票指数 道琼斯工业指数就是查尔斯道先生最早提出来的 为什么说指数反映一切信息呢 这句话换一种说法是市场比我们了解的都要多得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指数是市场上一众股票加权平均得到的一个反映市场综合走势的一个指数 那指数呢 是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共同交易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因此呢 我们每一个交易者所认知的东西都会反映在指数之内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屏幕最左方的这个直方图呢 是从万德资讯里导出来的 它是A股的五年的β直方图 从2012年到2016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β值分布最高的位置都是在1附近 那负值呢 几乎没有 我们学过统计都知道β反映的是个股与指数之间的一种相关程度的一种反应 也就是说呢 从长期来看 与指数逆势而走的这种个股几乎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如果在指数下跌的时候 我们去做多买股票 那这样一定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是得不偿失的 道士理论第二条呢 是关于趋势的定义 我们成天都在说我们要顺势而为顺势而为 那怎么叫顺势而为呢 那查尔斯道先生把涨势和跌势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所谓的涨势呢 就是价格每次上涨都能突破前期的高点 而且随后而来的下跌能在前期低点之上结束 我用红字专门把这个高点低点标示出来了 也就是说涨势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高点需要高过之前的高点 而低点是跟之前的低点相比的 左下方的图是一个涨势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图形 那跌势呢正好与之相反 这个图形里头也画出了一个跌势的一个图表 那这里头出来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右侧这个图形里头 图A跟图B 哪个是涨势 很明显A和B都是涨势 为什么呢 我们说过是高点与高点比 并不是低点与高点相比 但是呢 这个A与B哪一个涨势更加凌厉呢 很显然是涨势A更加凌厉 因为涨势B 它这个下跌已经跌穿了之前的高点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没有出现那么多的抄底盘 所以说它的涨势相对没有那么凌厉 那我们怎么样来在石盘中应用涨跌式的判断呢 这个需要交易者众多的石盘的交易经验 那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呢 我建议大家用大周期的折线图来看 为什么用折线图呢 折线图图表比较清晰 忽略了就是K线上面的很多毛次 初学者看起来会比较明确一些 第二为什么要用大周期呢 因为初学者很难判断出日内的联一 还有这个真正的波动 所以用大周期图呢 会忽略掉那些日内的小波动 即便看大周期的图表 我们依旧要忽略微小的波动 比如说图内这部分 比较小的波动 我们还是要忽略它的 我们不能以微分的视角去看 到底是什么是涨势 什么是跌势 我们要看大的波动 比如说这里头上涨下跌又创新高 这是典型的一个涨势 那反过来下跌反弹没有创新高 继续下跌创新低 这里就是一个跌势 我们用这种的视角来判断 道士理论的第三条呢 是趋势分为三种级别 也就是主要趋势 刺激反应趋势和日间趋势 主要趋势呢 通常是指涨跌幅超过20% 一般持续超过一年以上 也就是大家口中常提到的牛市或者熊市 这种主要趋势呢 是最具有交易价值的 因为它持续的时间长 波动幅度大 也最容易带来比较丰富的利润 成功的 成功交易的关键 就是明辨主要趋势的方向 我们不能在一个熊市里头 每天去做多 同样我们不能在一个大牛市里 每天去做空 这样是逆势而为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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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